这个视频咱们说三件事 今天是12月6号 Cyber朋克2077迎来了一个大更新 2.1版本 一共是16个G 虽然我刚开始玩这款游戏 但这次大更新修复了很多bug 改善了性能 还增加了一些内容 第二件事 美墨2 最后升官者2的PS5重制版 已经上架了 现在是预购 PS5版本预购的价格是398港币 此外它还有两个PS4版 一个是普通版 一个是豪华版 普通版的价格是308港币 我现在是光盘版 目前并没有升级选项 各位也不用着急 在1月19号之前肯定是可以升的 这个放心 好像是90港币 第三件事 12月份的港服PS1党会员 已经可以下载了 有三款游戏 昨天上午我看了 只能下载前两款 最后这款乐高2K赛车 是不能下载的 但是在昨天下午就可以下载了 这款游戏之前我下载过试玩版 现在只需要领取入库 就直接玩了 因为试玩版下载的 也是一个完整的内容 这个游戏是今年5月份的 价格并不便宜 赠送的这叫跨时代标准版 它还有一个极乐版和极乐挑战版 分别是788港币和938港币 另外两款游戏 一个是洗车的模拟器 还有一个感觉都像4399的游戏 12月一党会员感觉也就那个2K赛车还不错 喜欢玩赛车游戏的同学可以看一下